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鸟飞食物 我是飞哥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当菜 做法简单 大家一看就会 第一步我们选择的食材是花肠 这条是猪的花肠头 我们先给它打上花刀 然后先切成大块 接着再把它切成条 这个是大肠 我们直接生切把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猪肝我们把它切成大一点的片 接下来是五花肉 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这个是花肠 花肠给它打个花刀 然后把它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切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和花肠头放在一起 配菜我们准备有香茄 先给它去皮 然后对半切开 接下来再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先放完一备用 纸淀椒我们对半切开就可以了 蒜米粒把它一分为二即可 姜先把它切成厚片 然后再改刀切条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小粒 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了以后 我们再干热锅凉油 我们先下入五花肉 给它煎一下 煎至一面金黄了以后 给它翻个面去煎 两面金黄了之后 下一点生抽酱油 一点点老抽 给它调个银色 翻炒均匀 就先把它打出来 锅洗干净以后下两勺水 猪肝冷水下锅 先给它烫一下 八九十度左右就可以烙出来 猪肝不能太熟了 花肠下锅可以稍微给它整个十秒钟 因为花肠这种食材是不容易熟的 花肠烫了十秒以后 把它先烙出来 用水给它冲干净 大肠下锅给它烫至定型就可以 千万别把水煮开了 煮开了大肠就老了 下一步我们把大肠稍微煎一下 锅烧热 先下入大肠 用中大火先给它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面继续煎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二肠 大肠煎至有点微焦就可以了 放一点生抽老抽给它调下颜色 用锅铲翻炒均匀 几个先打出来 接着锅里面烧多一点的油 油温六成热下入猪肝和花肠 给它过一下油 这一步要快快速过油 时间长了猪肝就老了 这样做是为了给猪肝和花肠去腥增香 过流一些底油 先下入姜蒜丽包香 炒至姜蒜丽有点微微发黄 就可以下入籽点椒 给籽点椒稍微翻炒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花肠和猪肝 调味加盐、糖、鸡精、胡椒粉 再加点蚝油 生抽酱油 还有一点点老抽 给它调一下颜色 从锅边封入一些米酒 开最大的火 给它翻炒一下 下入配菜西芹 继续用大火给它爆香 最后下入二肠还有五花肉 接着用最大的火给它爆香 最后一步我们给它打个芡 给一点芝麻香油 快速给它翻炒一下 用最大的火给它炝锅 这样炒出来的猪杂就会很干香 特别好吃 砂锅烧热 放点洋葱丝 把猪杂放在上面 这道炒猪杂咱们就做好了 这道菜干香 下饭又下酒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